大家好,我是虎客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ap对象的显示 其中重点是七种显示模式 难点是边线显示效果 素材后援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ap对象的显示 我们打开七种显示模式的素材文件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室内户型图 第一项X光透视模式 第二项为后边线模式 第三项为线框显示 第四项为消影模式 第五项为阴影模式 第六项为材贴图模式 最后一项为单色显示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依次进行详细的表达 我们选择第一项X光透视模式 它可以不用进行任何模型的隐藏 就可以对内部的效果一览无余 我们可以看到透视很明显 内部的效果也是一览无余 第二项后边线 它是在当前的效果的基础上 以虚线的形式 显示模型背面无法观察到的线条 我们可以看到墙 另一面的线条也被显示出来 第三项线框显示 它是最节约系统资源的显示模式 运行的速度很快 第四项是消影模式 它只会显示实体与透明材质的区别 其他材质全部显示为实体 第五项阴影 它会引导出一种空间感很强的效果来 第六项为材贴图效果 它可以最前面的显示模式 在该材质的效果下 颜色纹理透明 都非常的正确的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墙上的纹理 编辑之后可以显示出来 最后一项单侧显示 它也是系统资源占用最少的一个模式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项 边线显示效果 首先我们要设置边线的类型 我们将它7换为材质贴图模式 我们选择窗口 选择显示模板 选择风格 选择编辑 我们选择第一个 单击边线 可以将我们的模型效果 边线进行隐藏 后边线 可以将一些延伸的线显示出来 轮廓线 是一个边线强化的一个效果 在这里可以输入线宽的大小竖直 通常默认情况下为2即可 出头可以看到 线与线交接的地方会出现明显的痕迹 端点 它是边线与边线的交接处 以较粗的线条来显示 我们抖动 抖动它是以笔直的边界 将会以稍微弯曲的线条 进行显示传承于手绘的效果 好接下来 我们开始设置边线的颜色 选择风格 选择编辑选择第一个 在相关的颜色里 我们选择全部颜色 可以设置边线的颜色 在这里我们设置为红色 第二项我们设置为暗材质 边线会调整为 与自身材质颜色一样的颜色 可以看到木纹的颜色 也调整为与木纹相同的颜色 第三项按轴线 可以观察到XYZ轴 依次以不同的颜色显示 X轴颜色为红色 Y轴为绿色 Z轴为蓝色 好我们期望为全部相同显示 选择为黑色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 风格的选择 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手绘效果 我们选择手绘边线 随便选择一个 可以看到 窗口的显示效果发生了变化 这里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依次进行选择 这比是照片建模 还有直线的一个效果 当我们选择之后 想要回到默认的效果 我们需要选择风格 选择颜色 即选择第一个 00预设颜色 即可选择回我们最初的颜色 学设计上虎课网